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4日 今天是星期日 我們這一節一起來研究一個問題 就是到底香港是不是 已經 被國內貨 淘寶 是不是已經 被攻陷了呢 就這樣看一個標題 你就會覺得 香港人淪陷了 大家就是已經向共產黨屈服 成為了他的奴隸 我們覺得這件事不可以 單是用一個這樣的角度去概括 應該是最低限度 要從兩個角度去看這件事 大家都知道 一件事有人使用它 一定是有不同的原因 最簡單就是可能那一件事 可能比較方便 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當然跟價格有關 大家都知道 我們每一天 人類行為 每一件事都離不開 跟價格 跟成本有關 所以 香港 有港女說我喜歡光顧淘寶 其中一個 最大的原因 又或者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在於 淘寶有很多貨 便宜過香港 所以我們這一節 一起去探討 到底我們是不是被淘寶攻陷了 又到底我們應該 怎麼去面對這件事 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 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 我們這裡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好過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我們邀請所有的聽眾 希望你幫我們做一點點東西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無限大法 這個是免費模式 希望大家可以 繼續支持 這個是我們喜歡的經營模式 外面有很多人有其他經營方法 我們自己想好了 總之我們 繼續用這個方法去經營 繼續 所以我們是不怕抹黑的 你再繼續屈吧 又說有甚麼家長會 又說有甚麼 籌款 完全沒有發生的事 他們想作出來 所以很簡單的 只要我們繼續做下去 繼續做 我們平時做開的方法 繼續參與很多不同的活動 繼續 在我們的台裏 自己拿資源出來 這些東西 說謊的人就會無所遁形 所以希望大家 我們給他一些顏色 希望大家 繼續努力一點 我們的台裏繼續做下去 做多一年半載 這班人的謊話 也不用一年半載的 幾個月 就已經無所遁形了 他們的故事 希望大家就加油了 上一節跟大家說這個 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上一節說苦力 做完苦力 可能真的會覺醒的 所以 這件事 有時需要去體驗一下 其實以我們所認識的人 絕大多數的所謂 成功人士 你先不要計算旁門左道 靠貼著建制上位的人 實際上 絕大多數要追求成功 你必須要 經歷過一個階段 就是要熬 熬得苦 當然熬完苦不代表你一定會成功 但是 成功基本上如果你有一個很熬得的過程的話 你的成功接近了一半 所以我們這裏也一定會繼續 跟大家說 用多一點 意志力 堅持下去 做每一件事 不要打算用旁門左道 我們跟別人的最大分別在這裏 不斷 也不是只是別人的 有部分 心術不正的人 專想旁門左道 無論你做甚麼都好 我們這件事是深信的 只要你做那件事 把你的堅持下去 把你的熱誠下去 繼續腳踏實地 你距離成功 是非常接近 只有那些 經常打算走聰明 用旁門左道 用骯髒的人 距離成功 才是最遙遠的 所以這裏 希望大家一起努力 不要向他們屈服 我們回來研究了 淘寶是否攻陷了香港呢 原來 網購越來越方便 其實也不是只是近年的 其實早幾年 開始 網購已經是相當成熟 越來越多香港人 使用網購的方式 其實是有一些原因在背後 因為大家都發現 無論 你在哪裏買 貨品回來也好 你會發現 其實根本那些貨品 到最後 很大機會 都是 Made in China 我們先講講這位港女 最近有位港女 在網上發文 就說 自從 學識了在淘寶購物之後 發現 香港的商戶 就是 吃水好心 於是 他就蓋探了 原來自己 那麼多年來 都是給香港這些商戶 賺品 發現 很多日用品 例如濕紙巾 咖啡 文具 口罩 全部都會用網購解決 就算連累運費計 比香港便宜一半 亦有網民回應 你買的東西 貨品質素也很重要 這個女網民被人攻擊也是很正常的 被人批評 別說攻擊 他因為發文的地方 叫做Dype Kingdom Dype Kingdom 正如其名 真是Dype的代表 一大群司妻 港女 只會跟你說 就是臭BB 買東西哪裡便宜 不過 剛才我們一開始也說了 要劃分兩頭去想 為甚麼 淘寶 現在會打入香港的市場 其中一個 最根本的原因 其實他真的說中了 就是因為原本香港的商家 吃水 真的好心 最簡單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如果你是年輕人 年輕的夫婦 你們搞過 就是叫做婚禮 婚禮 有很多東西要買 你們就要去 那些 負責賣這些東西的商場 那麼 你會很容易發現 其實裏面那些所謂分禮要預備 的物品 其實 絕大多數 在網上 在國內 在淘寶 其實可以很輕易找到 而香港的這些商家 賣這些廉價的貨品給你 我講的貨品本身廉價 他不是賣給你廉價 他是用 一個極昂貴的價錢 賣給 香港的這些水魚 所以 真的研究過 那件物品 原來網購是一個甚麼價錢 之後 你就會發現 香港的商家 吃水 真的是 非常之深 不是只是結婚用品 實際上 生活用品 生活百貨 甚至乎是超市 其實大家也會發現 香港 是有這個所謂地產霸權的嘛 例如超級市場最簡單 原來 在759開張之前 也不知道原來 那些貨品 是可以賣得那麼便宜的 759也不是要頂爛市 只是給你公道價錢 你會發現原來 我們香港人 由始至終 就是生活在這個地產霸權 做韭菜 要給他 就是用他的商場 超級市場 公共交通工具 衣食住行 各樣都有 樓更加不用說 就是用來給他收割的地方 所以自從這個網購出現 尤其是淘寶 大家就會發現原來 有很多貨品 真的價格 原本是非常之便宜 因為這個網購實際上 就叫做跳了中間人 很大程度上 那些網上的商家 就是廠商來的 換句話說中間 跳過了所謂中間人 所以有些人就覺得有些東西不可以買大陸的 質量有問題 但是剛才我們所說 有一些貨品 根本就沒有分別 例如你不是放進口的貨品 一些很簡單的家具 一些很簡單的盒 電話殼 電話膠套 其實絕大多數的產品 現在 都是國內生產 所以 從某一個角度來講 其實你要一下子 完全不用來自中國大陸的貨品 也不是真的那麼可行 所以我們剛才說要用兩個角度來講 到底我們現在是不是被人攻陷了呢 第一個被人攻陷的原因 就是因為 香港的商家 用著便宜的貨品 但是就謀取暴利 向你 向香港市民 大力收割 令到忽然之間覺醒的人知道原來原本的價格那麼便宜 因為香港一直以來 就是這些 商家和 霸權收割 所以這是第一點 沒有理由 繼續被他們收割 如果你明知買同一樣東西 特別是同一樣東西 明知會便宜很多 你有甚麼理由還要光顧霸權去買呢 第二個問題 長遠的政策 短期要所有人 完全 斷絕 不用來自大陸的貨品 不是那麼容易 雖然這個叫做意識形態或者政治上正確 但是我們也正如很多藍絲所說 今次我們罕有地 覺得藍絲有時說話都不是錯了 實際上 你有大量的東西 都是來自中國大陸生產的 如果你真的完全 說是大陸製造 你就不碰也不碰呢 那就真是不好意思啦 你的iPhone也不能碰的 很多東西也不能碰的 你的電腦 你的Laptop 你的Desktop 你的Desktop的火牛 又或者你現在桌面上的Mouse 所以呢 說是很容易的 你真的去打開你家裏每一樣東西研究一下 看看是不是 說得那麼容易 我們不是 鼓吹大家用大陸貨 別搞錯 我們一點也不鼓吹 但是如果你要慢慢和他切割 其實是要有一個 系統 慢慢去做的 首先 如果你問我們 作為一個戰略來說 他有便宜貨 而他不是 操控性壟斷 去控制世界的話 讓他做世界工廠做那樣貨品 而那樣東西 無雙大雅的話 其實我又不覺得 是需要去到一定是中國大陸做的 就不要的 因為既然他做廉價工廠 他 可能蝕著做 又或者其他原因 真的便宜著做 而那樣東西如果不是壟斷性的 不是使他 有壟斷性地位可以威脅 全球的話 其實他要繼續做工廠 那麼他對世界的傷害其實是有限的 但是倒過來 如果那樣東西 是使得中國大陸能夠在 出口貿易 又或者對世界能夠構成安全威脅 而你繼續助長 那樣產品的話 那你就 真的變成了 幫中共的政權了 所以呢 其實不同的產品 是有不同的效果 實際上中國大陸 想利用他的壟斷地位 去到可以操控全球 的產品 其實是相當之有限的 絕大多數 他能夠生產 銷售去全世界的產品 多數是因為他的價格便宜 而不是因為 他對那樣東西有壟斷性地位 也不是可以威脅全球的安全 換句話說 假如那樣東西 是能夠幫助到中共 威脅全世界 那樣東西其實應該在原理上 一定要盡量杯葛 而那樣東西可能根本無雙大雅 例如 就是你的手機 那個外殼 這些絕對是大陸貨來的 那麼這些東西 對於他有沒有壟斷手機市場 當然沒有啦 如果會的話 我們一定跟大家說 手機殼 多人用了也不會使得中國大陸 可以稱霸世界的 如果你覺得用多了手機殼 他就會稱霸世界 那你真是想多了 當然如果可以避就應該避 避他的原因 這個是另一個層面 就是意識形態 的問題 還有 如果可以令到他 經濟進一步下滑 令到他的政權 能夠瓦解的話 從戰略上去說 是應該要做 不過 只是香港做是沒有用的 只有聯合整個西方世界一起去做 才有機會 因為 中國大陸最大的客戶 就是這個西方世界 而這個西方世界 正正是打算 慢慢要跟中共的貿易 不再依賴他 換句話說 正正就是我剛才的說法 他不是不跟中共做生意 而是不可以 依賴他 依賴他就會被威脅 如果他不能夠威脅 你跟他 只是純粹 出於價格 而去做生意 這件事 其實是無可厚非 所以我一開始這節已經告訴大家 這個世界 不只是有一個 easy answer 大家不要經常想著一個 easy answer 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 其實是 這個問題你要拆開的時候 裏面一層一層 有很多很複雜的問題 大家 只是用最簡單的角度去說 不好意思 如果你用最簡單的角度去說 你桌面上有很多東西 其實你真的是不能用的 可能你現在聽 這個節目的時候 你桌面那部電腦 那個火牛 麻煩你已經拆開了 所以我們再說一次 我們一定要建立好良好的論述 不要爬爬烏 不要 得過且過 求求其其 應該將 既然你有 一套主張 更加應該將裡面的說法說得清清楚楚 所以我們知道香港人很多反大陸 但是 但是 你要將 那些東西再去細分 再去抽屍剝繭 不然 藍絲就經常會 捉住你的邏輯 錯誤 你又用什麼什麼 很容易會被他們捉住這些東西 所以 你的說法一定要清晰 不要含糊其辭 我們這一節先跟大家說到這裏